因為我的本名是 Christina 就是我家人 然後可能很親的朋友都叫我 Christina 然後他也是 Christina 對 我也叫 Christina 所以很蠻怪的 其實你可以做訊息 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Christina GO 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Christina 靠左邊走 今天我要跟觀眾介紹一位 非常特別的特別來賓 他特地從高雄跑上來我們 我們來 I... Wait She talks too much 雷提娜 妳要一直吹吹 Hello everybod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但他也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叫做雷提娜 而且我們怎麼認識我覺得超好笑的 他有一天就突然他follow我的Instagram 然後我就這樣子 有名的人 famous people famous person follow我 他竟然追蹤我 然後我就還想說是他按錯嗎 所以我後來就傳訊息給他 跟他說 Hi 前幾週我換到台灣的駕照 我就有一個IG上的粉絲 密我說 有一個叫做Christina 也是最近考到了他的駕照 我想說Christina 她做了她的駕照 我做了我的駕照 我做了我的駕照 她的駕照 她的駕照 我剛從美國回來 妳剛從國外回來 在高雄才真的跟你見面講話什麼 就發現她中文跟我一樣 對啊 我們就是 假外國人 你是因為什麼緣分來台灣 我爸爸是德國人 媽媽是波蘭人 然後我六歲的時候 因為爸爸的工作關係 就搬到台灣 對我爸那時候是電腦工程師 然後搞搞台灣 有個機會 我爸媽 因為剩四個你知道 沒有很有錢 所以全部都是丟辱公立 因為就是 比較聰明 對然後學中文也比較快 因為你就直接 直接融入當地的生活 所以我們從小 全部都是讀辱公立 就是我爸很有趣的是他 很喜歡中文字 所以他會 他會寫跟讀一些字 因為他覺得一些字很有趣 可是要他真的去講又還好 就是我覺得 長到一個年紀 要學一個語言比較困難 嗯 小朋友我們學很快 所以現在都是我跟我弟 他們幫我爸媽翻譯 我在美國會幫我爸翻譯 對 然後在台灣會幫我媽 對就是我們都是翻譯人員 對我們出生的目的 對就是翻譯 爸媽做翻譯 對沒錯 因為你們講話 他們也沒有那個口音 所以看不到這樣子 對他們就會聽不出來 我現在要教一個賣道 到現場說 剛剛是你打電話 我說對呀這是我 你後來是選擇從事藝術 你是對藝術有一種喜好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好像是一個緣分吧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 非常叛逆我不喜歡讀書 我成績超爛 我還記得我書學考過8分 等一下我要再補充一下 我剛剛說念藝術學校 我補充一下我也念藝術學校 所以我那時候有在舞蹈社跳舞 就是興趣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去考考考科班 舞蹈班這樣 然後就考上了台南佳琴女中 再去讀台灣藝術大學 就是有考上這樣 你知道台藝是我們的夢想學校嗎 因為我高中念華剛藝校 芭蕾線在中國舞 然後就是會前面一個人示範 對我還會嗎 我會啊 欸對對對對 十三響 欸很強欸 騙腿 欸對對對對 騙腿 很多台灣女生的夢想工作 想要當空姐 剛好那時候已經畢業了 然後因為我後來居留症問題 我就延避已經延避了兩年了 然後就不能再延了 所以我的居留症的問題又 又在那邊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未來想幹嘛 然後剛好就是有這個空姐的 interview 就是她們的面試來到台灣 然後我考了兩間 阿聯酋 阿聯酋 沒有上 然後 就上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啊 那就 我就試試看 而且我那時候還不知道卡塔爾在哪裡 我跟我爸還在那邊Google Let's Google Where is Qatar 然後我就想說 反正上了那就去 所以 我覺得是個緣分 然後我去了之後 我很愛這份工作 I really love being a flight attendant I really enjoyed it a lot 我好奇妳當空姐的時候 妳跟其他人的互動 妳有沒有覺得有什麼文化衝擊之類的 畢竟妳應該是第一次跟這麼多不一樣的人生活在一起 對 我相信在台灣有比較少這種機會 對我其實以前在台灣沒有外國朋友 但是我必須說我以前剛開始當空姐的時候 我覺得我還很年輕 然後我非常台灣人 因為我們在航空業就是 我們飛前就會自我介紹說 我是誰 我哪裡人 那我都會說 Hello I'm Christina from Germany 然後大家都以為我是德國人嗎 就德國人 他們就問我說 欸妳德國可以幹嘛幹嘛 然後我就這樣 我沒辦法回答他們 所以我都會跟他們分享說 You know 我其實在台灣長大 那如果妳要去台灣玩的話 我跟你說可以做什麼 可以介紹台灣 對我就開始在介紹台灣 然後就變成說 我其實 就是反而跟亞洲人會比較容易 有一個連結 對 然後跟歐洲人反而比較有一點 沒有辦法 距離感 但現在已經好多人 因為我開始有找到自己的歐洲這一塊 可是以前就很難 因為就是我沒有在那邊生活過 我也不太懂他們的文化 聊的東西就不太一樣 我之前在披薩店打勾 在美國? 對,在美國 結帳的時候 有一次一個客人聽不清楚我說了什麼 我就說$6 可是我就對他比 6 6 然後他就 What? 他就說 What's this? Oh yeah 這個好像是3吧 我們在台灣是講8 對,這是8 但是在國外好像是3 你會 台灣人的123 對,我會3 這個123 4 5 5 6 欸台灣人是3吧 等一下 1 2 3 1 2 3 4 5 6 7 8 8 8 你看 8 8 你看 1 2 3 4 5 6 7 8 你剛在啊 對 這裡就是 8塊 6塊 謝謝 台灣人是8 謝謝示範 笑到臉都紅了 謝謝Will 那你結束之後 你是回來台灣 對啊 應該會有很多人問說 那你怎麼沒有畢業後想要回波蘭或是德國 我其實我在德國跟波蘭我都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 嗯 這非常矛盾 我不是嗯你 但是我懂你 你知道我的點是說很妙是我在德國跟波蘭都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那邊生活過 但是很難過的是我回到台灣我就是個外國人 所以就算我再怎麼覺得這邊是家 我真的就是我在這邊最熟悉嘛 我比較了解這邊的生活跟文化 也比較自在一點 可是我的外國就是個外國人 所以 所以很現實的 我再怎麼台灣人就是 永遠都會被講說 那桌那個外國人要點一個滷肉飯 就是Forever 那我也覺得 除非你戴什麼 墨鏡跟口罩 我要有滷肉飯 對啊 所以你問我說為什麼不回德國 我沒有在那邊住過 所以我去那邊我就是歸雷重來嘛 他不是回家 他是新鮮的開始 對 我不排斥 我現在我對於我的未來還是有很多的 還在摸手中 所以也許我會去歐洲 也許我會去哪裡 我還沒有非常確定的方向 也許會待在台灣 但我覺得台灣就永遠就是都會是我的一部分吧 畢竟在這邊二十幾年 對啊 所以 出不出去跟台灣是不是加 這是兩件事 我覺得我可能還會想要去環遊世界去explore 所以就算我以後出國離開台灣 也不代表什麼 我覺得那就是 我只是去外面 那我永遠都還是希望有辦法回來 對 雖然我是拿居留證 所以 就是another story 好可怕 我再倒一點 還有嗎 還有嗎 那是很專業的 我經常都會吃到 對 我經常都會吃到 對 我經常都會吃到 對 謝謝你 謝謝你 Maybe next week we can record another one yeah so okay Bye Bye Bye